然后他们把我们 那个调到那个苏西派出所 然后去说协商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等我们回来以后 这个罐子就已经不见了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罐子 然后那个就是上这个 年三里派出所我们报案 然后他们警官说是厂家拉走了 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 到底谁拉的 雁师傅说 他们一共三辆大火车 从山东拉了六个大罐子 7月21号凌晨抵达义乌 27号左右 车上的货被不明身份的人卸走了 采访时 几辆车停在义乌念三里的一条马路边 根据严师傅的描述 他们的货是被陌生人卸走了 可记者联系上发货人和物流公司负责人 他们的说法截然不同 这种人我说你们曝光塔 你不管需要我这边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是怎么样 我都可以配合你们 各种威胁诈骗 你给路上给货微消息 货主要钱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厂家 我那边发了货 都发到七八十车了 这几天一直在发 一直都发了 没有一个出问题的 发货人朱先生说 那几个罐子是废弃处理设备 他委托物流公司的赵先生运输到义乌 严师傅等人 是物流公司的赵先生找来的 最初谈好 每辆车的运费是一万一千块钱 据这位赵先生说 他相当于一个中介 严师傅等人并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 严师傅是这样说的 给我们买报尺寸了 然后尺寸不对 然后我们要加点费用嘛 然后他们不愿意 然后我们就在这等 等的话因为我们每天在压车产人费用 尺寸超了五十多公分 然后我们说的是加五千块钱的运费 一个车吗 对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压车一天的话 费用就是两千嘛 超宽的话 对你们运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你汶线车都不一样 你那个他停水上高速下高速 然后那个都不一样嘛 下高速有的地方他下不来嘛 严师傅说他们跟物流公司没有签合同 货物的规格尺寸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依据 按照当时物流公司所说 灌体的最大直径只有四米 半路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尺寸不对 怎么知道的 就是那个 去路上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量量一下嘛 然后就看着 因为开车的时候 路上感觉不一样 有点宽嘛 然后我们就去量了一下 才知道这个尺寸差这么多 那装的时候怎么不量一下呀 装的时候 然后我们装货的时候 厂家让我们上一遍 不让我们看 我们定的一个罐是拉到直径 四米的 加上外挂90公文的水箱 四米九 物流公司的赵先生表示 外挂水箱的情况 事先也跟严师傅等人说清楚了 走到高速服务去说 他说罚款了 敲诈厂子呢 你不过罚款我就不给你送过 各种旅游要钱 或者厂子没办法了 要不他不给他签货 他说你这样吧 你把你的罚款单 或者你的转账记录也行 拿出来我给你补偿 他没有 这个就 有 这个没法说的 找了黄牛也没法 没法说这个事一下 那找黄牛 你们转账记录什么的 总能拿出来的吧 没有 现在谁敢收转账呢 对吧 没人敢收转账 都是现金 罚款是哪里罚的呢 在高速上面嘛 高速哪个部门罚的 就是那个 巡查的 高速上面 我们在天服务区了嘛 他是什么理由罚款呢 超尺寸嘛 那他罚款总是有凭据给你们的呀 这个是没有的 我们这个经常有这样的 有那种什么 不是说那种正规的 哪家单位 这个我们不清楚呀 高速上交警 陆正 没有 我们都是找了黄牛 就把这个事件给处理了 罚款的凭证 严师傅说提供不出来 发货人朱先生告诉记者 由于严师傅等人不同意卸货 工地那边已经给他们公司 开出了罚款单 多耽搁一天就要多罚钱 另外 吊车等设备 原本也早早的就位 多等一天 也得多给钱 无奈之下 他本人以及物流公司的赵先生 专程从山东赶到义乌 多次报警之后 由司法所出面给大家调解 也就是严师傅所说的 中了吊虎离山记的那天 他是不是加钱 要加一个是加两万多 加六万多运费 其实承受不住啊 是不是 你要加个三千五千的是吧 我们加个六千块给他们 我们先替物流公司把这个钱付了 因为业主催 我们催得很紧 要罚文费款 所以说我们耽误不了 严师傅拿出一张照片 说是调解那天他们拟的 发货人并没有签字 上面说 因户主物流瞒报尺寸 一次性赔付他们八万四千元 回路上看到这个货了 然后就喊着我们的车子 正好我们工地现场都有车子 什么的一块 把这个货 就是拉到现场去了 拉完后 我们就也给警察也讲了 说我们的货拉走了 就给他打电话 说我们货收到了 然后你过来 把这个送货单签一下 你运费多少 物流公司会给你结的 目前 严师傅等人还没有拿到运费 发货人朱先生表示 他已经联系了律师准备起诉 不过由于没有跟严师傅等人 发生直接关联 起诉对象暂定为物流公司 严师傅等人也表示 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